花了四十億三千多萬 採購的高端疫苗 到底有沒有貓膩 藍營曝光所謂錄音檔 內容甚至提及 一路開綠燈等關鍵對話 選戰倒數時刻 高端採購合約應該要公開嗎 我覺得要 然後我覺得錢 可能需要分一些給我 這麼多錢沒有貓力嗎 這麼多錢 然後都不知道去哪裡了 所以覺得需要讓大家知道 所謂的民主 就是你所有的事情 都要清楚的透光 因為為了選票 所謂真選票 就是要看見真相 如果什麼事都這麼遮遮掩掩 就是有狀況嘛 一定是有鬼 可是我鐵定覺得 要換人做做看 台灣人這麼聰明善良 可是被這些虛假虛偽的政客 所蒙騙 天理何在 我告訴你 有天理的 老天會收回一些人的 因為他們害死很多人 冤魂會去追人 要 要 要要要要要 為什麼 你花我的錢耶 你對高端的印象 不好 問號很多 問號很多 就像這樣 那時候就知道可能會沒有效果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打高端 可能還是就是 對而且也不是國際認證的 感覺被蒙在鼓裡 覺得有需要公開合約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啊 因為可能那也是算高端的商業合約吧 你覺得要不要公開採購合約 人就好好的 我跟我太太都是高端的 三季都是高端的 都不錯 如果是很公正的一些東西的話 應該不需要等那麼久 有沒有內線交易 不公開就會讓人家覺得有 就是可能有貓膩還是什麼的 公開的話不就比較透明嗎 應該感覺有點有 可能他炒作了一波股票之後 有賺了然後他又跑了這樣子 有民眾表示想要公開高端疫苗採購合約 2024就得要換人做做看